哈喽大家好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菊皮 搭配上黄芪 作用这么厉害 解决了很多家庭的问题和烦恼 既使用又简单 可惜这个方法呢 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 今天呢 就把土郎中的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 我们准备三颗的黄芪 黄芪 很多人都喜欢用它来泡水喝 黄芪呢 它是一种药材 它是更新类植物 黄芪的作用非常的不错 长鹤黄芪对身体非常的有益 然后呢 我们再准备 两片干的橘子皮 橘子皮呢 也是泡水非常不错的 一种饮品 橘子皮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我们吃完的橘子皮千万不要丢 晒干以后 搭配上黄芪 作用非常的不错 我们把两者放入到水中 清洗一下 轻轻 抓洗 把上面的灰尘清洗干净即可 黄芪不要在水中清洗时间太久 否则呢 它的营养价值都会被去除掉 橘子皮也一样 全部清洗好以后 我们把它们捞出来 放入到一个养生壶 或者砂锅里面 再加入500到800毫升的清水 不要着急 上火给它煮至 让它们在水中浸泡10分钟 因为它们都是干货 气足水分以后 这样它们的作用 才会被全部释放出来 浸泡好以后 开火 把水先给它烧开 煮开以后 用勺子给它搅拌搅拌 让它们更加的融合到一起 小码好以后 带上烧锅盖 转成小火 熬煮20分钟 时间到 我们打开烧锅 一股清香的橘皮味 就扑面上来 真的是太好闻了 我们把里面的汁水 舀到一个碗中 里面的橘皮 还有黄芪 我们不要丢弃 还能煮至4到5次 放到不烫嘴的时候 就可以饮用了 这样我们的橘皮 黄芪茶 就做好了 每天当茶水喝 连续喝上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 有精气的变化 您别看这个食材方法 非常的简单 其实它里面包含了 老祖宗留下的智慧 以及精 作用真的是太厉害了 在这里呢 说一天一夜 都说不完 看到这里 相信有的朋友 似乎已经懂了他的作用 把它打到评论区 让大家都知道 今天 老一辈人留下的这个方法 就奉献给大家了 谁用 谁知道的好处 有多么的好 赶紧收藏起来 再下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